大家我是暴君 几个包飞碗的万威超级英雄 苍生与人民群众的汪洋当海中 惩兼处恶 维护社会治安 国产三家漫威英雄许剧片 快递响 超级英雄无时无刻就在我们身边 他们搅拌成各种基层人员 在老百姓需要帮助的时候 及时现实 像双手可以突然生产的新结构 救下来一个意外坠落的小孩 再结束搞烧烤的老板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 卖足十克门的胃口 用那里加大火燃烧的速度 五分钟才能烤熟的肉串 只需要一分钟就搞定 俗称火奶 在酒吧跳钢管舞的妹子 遇到四郎闲猪手的时候 可以瞬间示范出超强电流 让对方再也硬不起来 人村殿女 看到有人开车遇到了麻烦 八王小哥当机袖手其林鄙 完美的解决了问题 用一双天眼的老道 可以看到百里之外的一切人事物 比周星驰独身的天眼痛 还要立体 这些家伙 其实都是一关不美的欺人意识 平时主要帮忙解决玉学 鸡毛蒜皮的事情 像是抓捕头刀警告的盗贼等等 我是你爸爸 你爸爸是我 老爸 我错了老爸 从根本上 保障人民群中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这个超弄协会里 个个都是其人意识 全弹出来扎道的 小小的撤离下自己的超能力 小时候因为误使了一种铁质浇水 导致他的记忆发生变异 肉身里面的所有液体东西 都变成了强力浇水 一旦喷射出来 连夜就将目标物体死了定住 刚上班的第一天 领导老王就派了个大任务给他 送快递 送快递也是个体力活 全然利用自己的超能力 在楼床里上寸下吊等 玩起了跑酷 一天就派出了上千个块钱 约入十万根本就不是梦 在这个过程中 还认识了妹子小花 去她家上面取决的时候 因为旁观突然膨胀 继续施放一下 结果连夜扩小型摘上了铁身衣物 被小花误以为是变态流氓 变态 老王看他还是一个新手 对超能力的手法 还不完全了解 特意在他身上开了两个口子 像蜘蛛侠一样 可以在初步喷射出东西 还搞了一套很日拉风的战甲 制成快递下 一个生物科技公司老总 脸头一个鬼脑 搞出了一种可以让农作物 快速克农的药剂 一个举止瞬间可以变成两个 就让微刀也一样 鬼脑的野心大大的狠 安迪利用小白手进行活体实验 结果被老总发现 一CEO的身份命令他立即停止 没想到鬼脑非常不停化 又安卓进行秘密实验 目前成为新世纪的科学狂人 拳战终于有了机会 跟随其他人出任务 却因为太爱出风头 找了铁柱的鄙视 在这期间 刚好一双小孩被流氓劫持 拳战英雄救命 俘获了小孩的身心 哦不 放心 放心 这一切刚好被目击者拍了下来 快离下一夜之间火爆全网 快什么钱 先代言你先量味吧 好嘞 收获了一大派的米地和米妹 注资绝点将的打造成 正能量的代言者 又是上电视 又是参加选旧节目的 还和包废版的周杰瑞 帮风等人同台演出 一时间人气非常高张 甚至很超过了周董 哈哈 铁柱早就看他不爽了 当面动手动脚练起了筋骨 结果被拳弹的连验 搞得意外情上了 鬼老的秘密研究 再次被老总发现 搞了这么久 终于有机会试验一下火人 没想到当场原地爆炸了 老总趁机锁上系统 鬼老招办了老总的女儿小话 为其他说出系统的密码 另一边的老王 又天眼尝到小话的防备 即使杀了过来 大战了没有三百个回合 鬼老趁机逃走 半路上撞到铁柱 操他扎了一只要紧 瞬间铁柱就变回真身 钢铁人 直接一拳投报鬼老 铁柱也因此变得黑花 见人就搞 四个人强强联手 都搞不过他 最后只要清楚他的道士老哥 一张符咒就叫他彻底封定住 是不可能的 老哥也照样被他一拳打到铺盖 既然是超级英雄 连手起来对付他不就行了 我来组成逃报 于是三个家伙按照我的话 将超能力集中到拳弹身上 刷出了一招电光石火超能教 大德天主变回了人形 在即天马流勋拳 Gang over 最后拳弹和小花 大庭滚住之下立在了一起 快递侠的传说 还一直在这个城市流传着 和那个已经安息了鬼老 也重生了过来 还和超级英雄里的店里 鬼混在一起 看完后 我就想说 片中的快递侠就是漫威的蜘蛛侠 铁壁也就是钢铁侠 至于其他几个 也就是打打酱油的 可有可无